警方持搜索票指导 位在台北戴安区的公司 年轻人最爱使用的社区媒体 迪卡尔经报涉及不法案件上北起 却不配合提供涉案个资 剪仅11月上门搜索 12月18号二度上门 这才交出电磁资料 法务还跟着回去 但警方仍忧心 迪卡尔会成为犯罪文床 远警发公文要求索取资料 过了一个多月都还不给 我拿着保障隐私权的令件当户身符 会这么担忧 就是因为警方的全省 各地都接到民众报案 诈骗集团利用迪卡尔匿名机制 在上面诱骗大学生存部 作为人头账户 或是假借团购收钱 修尸泡路 但不止诈骗 还有妨害名誉空壑 跟色情图片泛滥 违反儿哨罚等 匿名机制 警方得调阅会员个资才能侦查 想不到11月搜索 迪卡尔公司 竟无视搜索票 以大法官视线的 隐私权保障为由 拒绝提供个资 让检警碰了乱钉子 犯罪有关 而搜索票没有记载的话 只要是一目了然的法则上的适用下 都可以进行搜索以及扣押 隐私来进行抗辩的话 恐怕是不合理的 拒绝配合是想变相放纵诈骗吗 迪卡尔争议不止一桩 总统蔡英文 2019年到迪卡尔参观创账号 隔年迪卡尔创办人之一 出任国民党数位行销科技长 迪卡尔立刻审诉谐歌 甚至有网友骂民进党妙被声闻停权 网友质疑 政治黑手深进大学生论坛 迪卡尔早已成为绿营的媒体工具 迪卡尔则回应 努力在暴障用户 隐私权前提下 协助执法机关侦办案件 就怕不法集团看准 隐私暴障藏身 迪卡尔成为看不见的犯罪文床 记者杨奇浩黄玉兰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